主内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先预祝大家圣诞蒙恩,新年进步,全家安康 Amen 今年的圣诞节是最特别的一年 因为这是不一样的圣诞,不一样的一年 疫情,肆虐,很多人在这一次新冠病情中间 人心惶惶,充满着忧虑,对明天的前景一无所知 然而,我们仍旧今天安着心,来到神的跟前 一起来庆祝圣诞,一起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 耶稣基督的降生是道成肉身 永恒之道,不认识之道,且成了肉身来到世界 让我们看见他,摸着他,并且能够听见他 这是何等的有福 因此,我们成为上帝子民的人 都一同来敬拜他,一起来庆贺他的降生 我们先来看一段的圣经 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 让我们一起来念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载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已经喜配了耶瑟 还没有引起,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他丈夫耶稣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 想要暗暗地把他羞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 大卫的子孙耶稣 不要怕,只管起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界先知所说的话 说必有同你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耶稣醒了,起来 就遵着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起了过来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 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 叫耶稣 不一样的圣诞 为什么称作不一样的圣诞 圣诞就是不一样的圣诞 因为圣这个字就是分别出来 不一样的意思 也就是说耶稣的降生 是和一般的畜生 完全不一样的降生 耶稣的诞生是分别出来的 因此称他为圣诞 这一本经典 我们称为圣经 就是不是一般的经典的经典 我们称这个为圣坛 就是不是一般的坛的圣 的坛叫做圣坛 我们称这个礼拜堂叫圣所 因为它跟一般的所 是不一样的所 所以叫做圣所 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 我们称他为圣诞 为什么我们说 今年的圣诞是不一样的呢 除了疫情之外 我们特别也要提到 耶稣基督的降生 确实是不一样的降生 首先我们看见 在圣经里头提到 耶稣基督的降世 是由童真理玛利亚所生 正如刚才所念的 这一段的经文 玛利亚这位童女 也就是说她还没有结婚 也就是说她还没有 跟任何男人 有任何的性的关系 的这一个小女孩 她从圣灵怀了孕 亲爱的弟兄姐妹 也就是说 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怀孕 是圣灵的工作 不是人的工作 是上帝的作为 显明上帝的大能 也显明上帝的恩惠 有一些人一直不能明白 一直不能接受 怎么有可能同女生子呢 其实如果我们相信上帝 我们知道上帝无所不能 他可以做一些 完全超越我们自己理性 所能够明白的事物 比如说在人类的历史中间 上帝用了好几种方法 首先他第一个方法 是无男无女造亚当 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男人 也没有女人 而上帝就如此的创造了亚当 由成土 借着神土来造了亚当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上帝的一个作为 而第二个作为 就有男无女造夏娃 造了亚当之后 上帝看这是好的 可是还为他 创造了一个女人给他 就用他的勒骨 就是亚当的勒骨 有亚当 可是那个时候没有其他女人 而上帝就借着亚当的勒骨 去造了一个女人 叫夏娃 因此我们说 是有男无女造夏娃 这是第二个上帝的作为 第三个上帝的作为 是有男有女生你我 我有父亲 我有母亲 你有父亲 有母亲才能生下你 或者生下我 所以生命和生命的结合 产生了我们 这是上帝第三个作为 同样的 现在上帝用第四个作为 有何不可呢 就是无男有女生耶稣 不是造耶稣 是生耶稣 因为上帝的儿子不是被造的 他来到世界 用一个非常奇特的方法 没有男人 只有透过童真理 玛利亚就把他生了下来 所以圣经很清楚的说 这运是从圣灵来的 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 奇妙的恩典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想到神是永恒之道 这位永恒之道 他道成肉身 也就是说 上帝在两千年前 借着一个非常特殊的方法 就是由童真理玛利亚 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不利恒 把他生了下来 这叫做道成肉身 永恒之道是我们不认识的道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你不能道出那永恒的道 如果可以给你道出来 就不是永远的道 一个明可以给他起个明 就不是永远的明 而这个不可道之道 不可明知明 已经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 这显明是神的能力 这显明是神的作为 是祂的主动 也是人类新的开始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人找不到神的时候 人一直在摸索 创造了许多的宗教 去寻找 去寻说 可是上帝却主动的来到世界 正如圣经说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些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这是神的作为 因为神进入人类的历史 把人类的历史走向一个新的方向 所以我说 它是人类新的开始 人类历史的一个创新 我们非常感恩 我们的生命因作 有它进入我们里面 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的家庭 因为有它进到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开始改变 我们人类的社会 整个世界 人类的方向 都因作耶稣基督 而得着改变 这是恩典 Amen 这是我们需要信靠的 神是一个奇妙的神 正如玛利亚当年所说的话 那有全能的为我们成了大事 他的名为圣 同样的我们也一起说 那有全能的为我们成就了大事 他的名为圣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的降生 有什么不一样呢 第二 他是为死而来的降生 一般人懂事以来 都希望活得更丰盛 更精彩 更长寿 这是非常正常 我们都不喜欢短寿 我们不喜欢夭折 我们不喜欢死亡 甚至寿终正寝 我们也不喜欢 我们希望永远长寿 永远不死 请死亡 要寻找永生之药 经至他 希望死去的法老 有一天会复活 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永恒的盼望 然而 耶稣基督的降世 不是要寻找永恒 而是短暂 在短暂中间 他完成救赎的大功 他来正是为死而来 这是非常特别的 耶稣怎么说 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赎家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人的生命 如果像海德哥尔所说的 人一生下来 就朝向坟墓 走向死亡 换句话说 人有一种意识 人会走向死亡 人有一种意识 我的生命是短暂的 因此我会格外的 保护 珍惜着我短暂的生命 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 可是耶稣基督 降世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的短暂的生命 他却愿意为着我们 将这短暂的生命 完全的舍上 献上 正如圣经所说 我来正是为这时候来的 这是非常特别的 父啊 救我脱离这时候 但我来 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这是耶稣基督的话 耶稣正是为着死 而来到世界 来寻找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不可理议 这是一个不能理解的 我们人面对的苦难 我们逃避苦难 我们看见死亡 我们逃避死亡 这是正常反应 正如这个烧水 我一触摸到他 我立刻把手伸回来 缩回来 因为这是一个自然的反应 自然的心理反应 自然的身体反应 同样的 我们面对苦难 面对死亡 我们尽量避开他 然而 耶稣来到世界 正是用苦难 去征服苦难 用死亡 去打败死亡 他来到这世界 正是为这死而来 因此他的降生 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降生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我们的好牧人 他为我们舍弃 他说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没有人夺我的命气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全命舍了 也有全命起回来 我们的主 将自己的生命放弃 是他主动的放弃 在自由中间放弃 是在他主权之上放弃 而不是被逼的 像你和我 我们因作罪 在罪权之下 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生命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这是没有办法逃避的 然而耶稣是一个无罪的耶稣 而无罪的耶稣 不受罪恶的捆绑 不受罪恶的牵制 不受罪恶的管辖 因此他在罪权之上 把自己的生命舍了 既然如此 他说 我既然有权把生命舍 我有权便将它起回来 因此他第三天从死里护活 这就是我们的主 这是基督教一个非常特别的 因为无罪的耶稣 才能代表人为罪 为我们的罪而死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圣经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是我们不可以没有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只是这个时代的人 我们对罪恶的问题 我们根本已经不在乎 我们甚至将罪恶美化了 我们说人是没有罪的 或者说人只有一些的残缺 人有一些的窃限 人有一些的不足 我们不愿意说 我是一个罪人 我们不愿意说 我得罪人 我得罪神 我不愿意说 我陷入了罪恶 被罪恶捆绑 这些话都是我们不想说的 我们甚至把罪给美化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那一瓶药是毒药 我们上面写着 匠青 写着 芥菜油 写着一些很好的名称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小孩不知道 拿来以为这是将亲 倒下来就喝了 所以如果你把罪给美化了 越美化罪 是越可怕 带来的后果越可怕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应该勇敢地去面对罪恶 我是一个罪人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来到神的跟前 而不是逃避自己所犯的罪的可怕 我们愿意去承担 我们愿意去面对 而我承担不了 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 他臣服了我们的罪恶 他的鞭伤使我们得了医治 这就是圣诞节要告诉我们 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上帝将自己的儿子给了我们 我们是一个罪人 可是他却不丢弃我们 他将自己的儿子给了我们 他为我们罪来到世界 降生马槽 为我们受死 走向哥哥他 这就是不一样的圣诞 一位全能的上帝 他才能战胜死亡 世界上许多的宗教 都是很好 叫人为善 这都是很好的教导 然而他并不能给我们 进入永生中 有绝对的把握和盼望 为什么 因为这些的宗教 都是一些道德伦理的教导 他并没有具有一种生命的超越 也就是说 当我做一个好人 我面对死亡的时候 我也那么的无奈 正如恶人 罪人面对死亡 完全被牵制一样 我不会因为行善而免去死亡 我们还是走向死亡 死亡还是那么的恐怖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宗教可以教导我们行善 可是他并不能真正改变我们 生命让我们去行善 也不能给我们看见永恒的盼望 死亡是可以被征服的 耶稣基督的降生 是朝向死亡 而在死亡中间 他又从死里复活 他战胜了死亡 因为他乃是全能上帝 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主 也因为如此 他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生命 给我们带来了永恒的盼望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 的真正的意义 耶稣基督的降世 不仅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方法 就是借着童贞与玛利亚所生 耶稣基督的降世 不仅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是永恒之道 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 而走向死亡的 第三 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消息 是关乎万民的降生 换句话说 这个降生 不是以色列人的事而已 不是单单给犹太人 他乃是给全世界的人 正如路加福音第二章 第十到十一节所说的 那天使对他们说 就是对这些牧羊人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的爱 如同阳光 普及万民 上帝的爱 不寄陷在某一种族群 而我们的爱是有限 我给我的孩子 各必家的孩子 不能得到 我如同我对我孩子的爱 这是一般性的爱 这都是一般我们人性的爱 然而上帝的爱 不仅给我 也给你 也给他 不仅给华人 也给其他种族的人 任何一个人 都是神所爱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上帝是万民的神 圣经说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 造男造女 凡是男人 凡是女人 都是上帝所造的 无论你是华人的男人 是华人的女人 你是印度人的男人 印度人的女人 你是马来人的男人 马来人的女人 都是上帝的爱的对象 因为我们都是从上帝而生 那圣经很清楚看 给我们看见的神 是创造天地 宇宙万物 是万民的上帝 因此 他降生的这一件事情 也是为万民而做的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 所以上帝将自己的儿子 给了我们 乃是为这全世界的人 而来的 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 所以我们人类的宗教 不是这样的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极限 比如说 中国南方 当时福建人 广东人 客家人 潮州人 那么从中国的南方 来到新加坡 来到马来西亚 同样的就把那里的宗教 过去的信仰 带到南方来 这是很自然的 带到南洋这个地方 因此福建人 当年拜的妈祖 今天来到了南洋 很多的华人 也一样拜妈祖 因为他是一个民族的神明 他是一个海神 这是华人的神 所以他具有族群性 他也具有地方性 然而 在中国的南方 他们没有拜拉斗公 没有拜大布公 他们只有拜土地公 因为拉斗公 大布公 是属于 马来西亚 新加坡的神明 所以他具有地方色彩 那我们就 有一天到了中国南方 有人就开始带到那里去 因此在那里 你发现了 有拉斗公 有大布公 那你很清楚 一定是马来西亚人 或新加坡人带过去 他具有民族性 和地方性 这是一般人的宗教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然而今天 我们要谈的这位神 是道成肉身的主 是创造天地 宇宙万物的上帝 是万民的主 是你是我的神 是至高的神 而这个神是万民之民 是万神之神 万主之主 所以当我们谈这位上帝的时候 他道成肉身 很自然的 他的降生 是为全民而来的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神来找你 神来找我的一种现象 我们必须要快快地回悟 明白过来 不要再等待 相反的 你和我 透过自己 是找不到神 你即使有很强烈的宗教感 你也找不到神 除非神来找你 正如我不能认识你 除非你愿意让我认识 我不可能找到你 除非你让我找到你 你明白吗 我问你什么名 你今年几岁 你住在什么地方 你结婚了没有 你有没有孩子 你做什么工作 你完全不回答我 我对你一无所知 同样 你说我找上帝 上帝你是谁 你在哪里 你到底 要人类做什么 他完全不回答 我们都对他 一无所知 可是今天的上帝 他愿意的道成肉身 降生在马巢 让我们看见他 摸到他 听见他 认识他 明白他 来跟随他 这是恩典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找人 是圣经里头 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我希望你能听得尽气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 上帝爱世人 将自己的儿子给了我们 因此今天我们必须去回应 他对我们的爱 当他寻找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回应他 愿意跟随他 这就是一个极大的祝福 你说不要 我拒绝 当然你可以拒绝 你有权利 正如上帝 照亚当和夏娃的时候 让他们在伊甸园里头 可以听魔鬼的话 或者是听上帝的话 你可以吃分别三恶树上的果子 你也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 上帝说 你要吃生命树的果子 魔鬼说 你要吃分别三恶树的果子 亚当和夏娃 仅然听了魔鬼的话 这就是人类的堕落 今天上帝跟你说 你来跟随我 你可以拒绝 但魔鬼说 你来跟随他 你跟随他 那你就陷入了罪恶 就是这么简单 你不要光 就在黑暗中 你选择黑暗 就是不要有光 这是人的一种 缓映后的结果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问的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请你不要不在乎 请不要不在乎 很多的人 你跟他传福音 给他认识上帝的真道 你跟他说 信耶稣真好 他点点头 可以上天堂 他也点点头 你跟他说 不信耶稣会下地义 因为罪使人走向了灭亡 他也点点头 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不在乎 当一个人不在乎的时候 什么都听不进去 这是很可惜的 相反 除非你能拯救自己 你问问自己 如果今天 我离开了这个世界 今天 当我离开的时候 我有盼望吗 我有永生吗 我有肯定的将来吗 这是你和我必须问的问题 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 那你走你的路吧 然而 今天我们很清晰的知道 人生的路 人生的方向 是很难寻缩的 是找不到的 我看不见明天 因为明天到底如何 我都不知道 我又怎么知道 明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呢 因此 我需要那位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的神 那就是 道成肉身 降生在马朝的耶稣基督 他已经来寻找我 寻找你 今天 让我们回应他 跟他说 主啊 我在这里 我需要你 主啊 我的家 需要你 主啊 带领我前面的日子 不仅上经济上的困窘 需要神 我心灵上的困窘 需要神 不仅仅 夫妻的关系 需要神 我跟上帝的关系 也需要上帝 我们都需要他 我需要永恒的盼望 不仅是今生快乐 我永生 也有永恒的盼望 这才是重要的 所以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我们一起回应上帝 Amen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请我们大家 默默地向神来回应 不论在线上的 不论在实体的 我们都对上帝说 上帝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的爱 上帝我需要你 进入我的生命 正如当年你降生在马朝 今天请你降生在我的心中 降生在我的家里 改变我 改变我的家 使我的生命能够平和 不再忧虑 让我的家庭能够和谐 不要再争吵 让我看见永恒的盼望 不是今生的忧虑 神啊 请你垂听我祷告 每一个人这样的回应上帝 上帝要赐福给你 如果有罪的人 来到神的跟前 对他说 主啊 求你赦免我 神必然说 从今以后 不要再犯罪 在福音里 我赦免你了 我要竭尽你 孩子 回归吧 让我们一起回到神的跟前 每一个人默默地祷告 亲爱的天父 全能的主宰 当我们人的声音停止的时候 圣灵的声音 且不停息地 在每一个心灵里头 去感动 去吹逼 让我们真的听得明白 你的降生是不一样的降生 是永恒之道 道成肉身 来到这世界的降生 是来寻找人 回归的降生 是为着我们的罪 而死的降生 是要给我们 带来永生 盼望的降生 上帝啊 求你向我们说话 感动我们 不再犹豫 不再推卸 让我们勇敢地面向你 走向你 得到你的爱 经历你的爱 使我和我的家 也完全被改变 赐福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回忆你的时候 向你祈祷的时候 你就赐福 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 能够和谐起来 祝福每一个人的心灵 能够安稳下来 让我们每一天的日子 都看见你的同在 都经历你的大爱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